我们在天宫 便察觉到了大则山 有晋神的迹象 就猜想 我们有可能被弘毅所欺骗了 便立刻赶来查看 没成想 半路就遇到了 禁为半神的弘毅 追杀燕爽和轻衣 我和十位上仙 合力记起先王 才将他收服 可我们赶到大则山的之后 我们来得太迟了 闲山长角 闲除闲村 还有大则山所有人 都没能救下 天宫中仙赶到时 你狐妖正要对燕爽 和秦怡下杀手 要不是大家赶到得及时 燕爽和秦怡 早都已经没命了 到现在他们两个 还是重伤未醒 有可能 我早就说过 那只九尾狐妖有问题 他能够尽身半神 不可能只有下军的妖力 明明就是他潜入天宫 杀害了蓝丰 隐藏实力骗过了所有人 可是你们都不信我 只以保他 大则山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早就说 那是什么 那是真神之印 真神的封印 要解开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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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